在抗戰的時候 我是民國31年 入選兵體育團 當時的起點是廣西桂林 那個時候抗戰已經第四年了 也就是最艱苦的時候 第四年以後 在桂林有兩年時間 到第三年 日本就由橫陽向桂林進攻了 我們選兵學校 就封令到重慶 四川重慶 開始當選兵的時候 就有一年的訓練 在訓練其中呢 選兵訓練就是最艱苦的了 早朝 中午上課 下午 又是朝練 訓練 晚餵 就是吃了晚飯的時候 就到草場裡面 談談鹹化啦 將將 將將 將將話啦 跟著自由活動啦 到了九點啦 九點就要睡覺了 先兵在這個都市裡面呢 那個先兵隊呢 就跟那個警察局一樣 每一個區都有一個警察局 每一個區都有一個先兵隊 警察就是管老百姓 憲兵就是管軍人 公家 政府犯的那個 之類的人啊 就是 軍公叫人員 出動老百姓什麼事呢 我們抓到了他都要 都要交替警察局 就是 他犯了什麼事 交替你 他們警察抓了 抓了那個軍人犯事呢 都要交替我們先兵隊處理 那個時候呢 先兵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先兵就是軍事警察 美國呢 那些軍事警察呢 就是 MP 我們先兵也是一樣 也是 也是先兵是軍事警察 啊 很多老百姓 做了什麼事 你抓了那個 你不要你叫 你叫警察 你叫警察